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刘士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刘士杰时间 今天节目要讨论的主题是比较特别 我们在前几个礼拜谈到了武汉肺炎的状况 以及包括台湾的大选 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是台湾的邻居 也就是香港 香港离台湾很近 香港跟台湾在许多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上 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那么在台湾有许多的朋友在长期关注香港的状况 特别是香港从去年下半年 这个从引渡条例跟反送中的状况一直到现在 那么许多人对香港的情形感到非常的担忧 包括我个人也长期的在关注香港的一个发展 那么今天节目很高兴 我邀请到了一个我的好朋友 他是我个人认为应该算是长期在关注香港的市民社会发展的一位学者 他叫做许金方 那金方的博士论文我记得也是做香港的律师业吗 是 我研究香港的律师动员 对 所以我想这个由金方来谈谈 他个人对于香港市民社会的观察是在适合不过 那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金方来上我们的节目 那么我想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稍微把香港从去年到目前的一个社会发展的脉络 稍微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就是说从反送中到现在 您个人对于香港市民社会的发展 您的一个观察是什么 香港蛮有趣的 就是他从去年反送中的事情一直到现在 其实他们的公民社会动能一直都是很强的 不过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瘟疫 这个武汉肺炎 他其实对于整个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在这个武汉肺炎的发展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其实我们本来就知道的事 那主要有两点 第一个是说就是香港的政府 他真的是非常的不受信任 那第二点呢是香港的公民社会 其实一直都很努力在自救 包括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谈到说 就是他有一个医护人员的罢工 那香港这个政府 他缺乏透明缺乏问责 这个大家本来都知道 可是在这一次武汉肺炎的发展当中呢 其实是很明显的 包括说我们拿这个口罩做一个例子好了 口罩这件事情呢 香港跟澳门的特区政府 就不断的被拿来比较 包括说就是香港一开始 这个事情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林郑月娥其实不在香港 他在外面出差在瑞士出差 结果就大家开始抢扣口罩啊 就很紧张啊 可是都没有人敢出来说一下说 这口罩到底该怎么办 后来呢林郑月娥回来了 那他这个说明跟他的措施 也其实相对的怎么说呢 就是有点有点寒蛮啦 就是说他跟大家讲说 啊我们有跟供应商在联络啦 我们又有写信跟中央求救 但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办法跟大家承诺说 我们价格会怎么样 大家的数量供应会怎么样 那相对来说呢 澳门这个特首表现就 大家就觉得还不错 第一个是他马上就有反应 就说这个事情我们注意到 第二呢他马上跟大家确保说 政府有在观察 而且我们一定会确保 大家有足够的数量 我们有储备口罩 大家可以用成本价购买 所以现在在口罩这样一件非常根本的事情上 我们就发现说 香港政府他们其实还是往内看 向上看 公务人员他要看老大 要看林郑月娥怎么想 林郑月娥他怎么想呢 他就是看老大 他就是看中央 所以这一点 虽然我们大家本来都知道 香港的管制的逻辑就是这样 可是即使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也仍然很明显的显示出他的逻辑 那也难怪公民社会难以信任香港政府 我们看林郑月娥 就是说在这一阵子 大概过去大半年以来 你如果你在香港提到林郑月娥这四个字 可能大多数的评价都是非常负面 是非常负面 他作为一个香港行政特首 与市民的信任关系 几乎我可以这么说 几乎在过去大半年期间是被销毁殆尽 那包括他很多去对付这些在抗疫的民众 那么在武汉肺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有评论家认为说 这个也许是林郑月娥的一个转机 怎么说 第一就是说原本这些每个礼拜 每个周末上街抗疫的民众 因为到了抗疫后期 也逐渐的在整个动员的能量上 也逐渐的降低 那么第二是说因为你出来集结 就有可能有被传染的危险 所以有人认为说 也许这个是一个解套的方式 对林郑月娥来说 对港府来讲 可能可以解套 让这些每个周末抗疫的民众 自动的为了安全的关系 选择待在家里 但是想不到林郑月娥在处理后续的这些 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说 你要不要跟大家来谈一下 就是说前阵子在香港所发生的这些 医护人员在抗疫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林郑月娥是有得分吗 就是说还是说你觉得他又更恶化了 当然是没有 那这个事情其实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医护人员的罢工 他们其实出发点是良善的 他们的五个诉求 其实你仔细看 他们要求都是说 我们要保护我们香港医护的这个capacity 就是我们要确保 我们能够吸收跟消化 帮助我们的病患 他并不是说我们不医治 而是说你要保护我们 给我们你要控制这些病患人数 旅客人数 不要一下压垮我们 第二你要给我们足够的弹药跟装备 对不对 就像我们台湾 我们做那么多口罩 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把 要给医护人员的口罩留起来 然后当然他们也要求政府说 你不可以就是我们现在要罢工 我们罢工只是一个手段 就是希望你能够重视我们的需求 确保我们的装备 但是你不能对我们秋后算账 尤其其实香港很多医护人员 他们都是就是支持民主的嘛 所以这个他们之前 其实就有一个紧张 政治紧张关系在哪里了 可是他们2月3号4号罢工 罢工了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坦白说 在我看来就是不了了之 因为他们要进入第二阶段罢工的时候 等于说又投一次票 可是那个票数没有到 所以他们就又回去上班了 那其实在我看来 他的意思其实很明白 就是医护人员不忍心啦 就是说 先乱了 对啊 我罢工那这些像 就是我们香港的 就是病患们怎么办 所以不忍心 所以就是真的是 牙咬着又回去上班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对比 台湾的状况 就是说 台湾其实之前也有一个 医护人员的事件嘛 就是说政府 限制全体医护人员不准出国 那当然就引起很大反弹 那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说 台湾的舆论 其实是向着医护人员的 对 然后后来政府怎么做 非常明显的 对就是觉得说 啊干嘛这样 对不对 而且他们就很多 他们都那么辛苦了 对劳动法条件等等的 大家就开始有点 就是批评政府嘛 接下来我们的政府 也当然就是有所回应 他就放松嘛 他就说好好 那我们就是哪几个国家 不可以去等等的 就说他就姿态就软了 所以你看这两边 对比台港就很有意思 是说两边都有强的公民社会 对不对 两边的医护人员 都是跟社会站在一起的 可是在香港呢 政府却来abuse 就是来滥用 这个医护人员的 那个心软 他的那个服务 他的那个忠诚 但在台湾呢 反倒是社会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公民社会跟医护人员 他能够一定程度的 去制衡跟算是牵制我们的政府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较台港 对 而且变成说 在台湾的case是这样 就是说台湾的公民社会的这个feedback 然后政府有听到 并且有做回应 那香港的状况是 他们拒绝去回应这样的一个声音 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民主社会 跟所谓非民主社会的一个 很大的差异 对 最大的差异 那我们大家都对于说 香港目前 就是说他原本的这个言论自由等等 都非常悲观 你看这个苹果日报 对 李志英 李志英在2月28号也很巧 因为在台湾来讲 这个228是一个非常具有禁忌性 非常高度政治性的一个日子 那想不到这个李志英先生 也在2月28那一天被抓起来了 那你怎么看香港的言论自由跟公民社会 你觉得它会越来越紧缩吗 我觉得在坦白说 我觉得在三五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恶化 因为说真的香港 第一个它根基很厚 就不管从制度的保障或者是它的文化上 这个言论自由是香港踩得非常紧的 但是长期来说第二个 它确实有很多侵蚀 就是说它本来这个量体是大的 这个体格是健壮的 但是一个再强壮的人 你如果生病了很久 即使是小病 也还是会逐渐的就是慢慢的软掉软弱掉 所以香港的命运确实是要寄托在 应该说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中国的影响 那接下来就真的是 应该说我们在台湾 我们的观察角度应该就是说 香港的这个resistance 他们的这个抗争反抗跟保护 他们的公民社会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不过就这一次疫情拉回来说 就是就这一次疫情来说 我觉得香港公民社会 它的能力还是很好的 对他们比方说他们很早就全面戴口罩 跟我们台台湾人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都有抗萨的那个经验嘛 所以很早就开始戴口罩 然后资讯大家公民跟公民之间 资讯也都是很好的流动 然后也都是团结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 你看言论自由看公民社会 这些很一个民主社会很重要的文化 就是它的软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一次疫情其实展现出来是 香港公民社会仍然强壮 所以你还是觉得是蛮乐观的 三五年之内我觉得 就是祝福香港人民啦 我个人对香港的市民社会发展 一直是觉得是带有谨慎 那也蛮乐观的 那我一直觉得台湾跟香港 在许多社会运动是相互在学习的 那很多经验也一直在相互的交流 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看到香港 可以在未来的市民社会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我们可能要请金方再聊一聊 最近在香港的最新发展 包括听说林郑月儿跟许多一级首长 捐了一个月的薪水 给香港的慈善机构 以及包括说 他到底是不是有写了一封报告 给北京政府 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想进一步的了解中国吗 如何从各个面向认识中国 央广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邀请专家学者 带您从国际 政治 历史 文化 或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 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请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 那刚刚刚跟金方谈到了这个香港的状况 我要跟各位朋友来分享一个新闻 就是说林郑月娥以及香港的一些应该算是他们一级地方的首长 捐了所谓一个月的薪水所得给香港当地的一个慈善机构 一个for charity 那么总金额达到大概是130万美元 也就是大概超过一千万港币 所以金额蛮不小的 那意思就是说要强调香港政府与人民是站在一起团结一心 金方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举措 我觉得这样很矫情啦 而且那个香港市民一定非常生气 就是我付你薪水 是要让你好好做事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对你做事 事情做得好不好不满意 那你就是跑去捐一笔钱给一个慈善机构 就是在干什么 就是说你拿钱没有关系啊 拿钱就好好做事啊 你值得这个薪水啊 我们尊敬你 就是这个重点不是你的薪水 重点不是你的薪水 就是你在调避问题嘛 你就是希望说 我做不到这个 那我给一个小的好不好 这个真的是在模糊焦点 就这样真的很不好 对但是我想他做了很多的一些 我觉得非常具象征意义的举措 试图要赢回香港市民的心 是是 但是这种事情就是这样 政治人物你首先就是要负责任 就是你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要负这个责任 负责任的意思是什么 该做的事情要做 做不到的事情要承认 做错的事情要道歉 那你这三件事情都有做 那你就负责任 大家就会接受 那你现在你前面 就是你觉得你做得好吗 大家觉得你做得不好啊 那做得不好的部分 你怎么改正呢 这个也没有提出来啊 然后你做错的部分呢 你也没有道歉 然后就这样子去 就是捐一笔钱 我觉得香港市民是很难接受的 反倒会觉得说 你在模糊焦点 你没有回应问题 这样子不是一个负责任 政治人物的行为 对就是说 我一直观察这个林正月的表现 我就觉得好像蛮没有情感的一个人 蛮冷冰冰的一个人 是不过我们站在香港的脉络下来说 我们也必须说林正月儿 其实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一个官员 因为她的这个制度 培养出来的政治人物 其实就是她这个样子 就你看她其实是非常理智 而且非常愿意follow 就是跟随一些规范的 但问题就是出在于 她只想跟从规范 她以为跟从规范就是对的 但是在政治上 重点不是你跟从规范 而是你要回应人民的需求 不过所以这边又回到 同样的问题就是说 他们终究不是一个民主政体 所以他们的政治逻辑 跟我们所习惯的政治逻辑 真的就是不一样 真的是不太一样 我看到有个新闻是说 香港的媒体记者 一直在追问Carrie Lam 就说你是不是有送了一份报告 给中南海政府 然后这份报告里面就是说 去告状 就是说 她说我的香港港府的内阁里面 有一些成员 包括一些建制派的议员 好像都不怎么相听我 甚至说出现一些唱反调的声浪 她是去打小报告 然后甚至说 这一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处理 可以让她在政治上 有一些正面的得分或发展 那么香港的记者一直去追问她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份报告 很多次 那她矢口否认 她不愿意亲口 或正面的去回应这个问题 那你怎么看 就是说目前林郑月娥 跟香港的民主派 以及建制派 这三方的互动了 就原本在去年反送中之前 一般都认为说 建制派的人 跟Kerry Lam是站在一起的 可是显然 事情发展到目前为止 就连建制派的内部 也有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 这种大型抗疫 就是抗瘟疫这种事情 其实是一个危机 也是一个镜子 就是它会很真实的照射出 就是你本来 你这个政治环境当中的各种问题 那像我们台湾 我们就会觉得说 哇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自己进步这么多 对不对 我们从我们的 就是政府反应很快 政府跟社会之间团结 那这是我们自己在 这一次瘟疫当中 就是抗疫当中学到的 那在香港的情况呢 就像侍杰你所说的 它本来里面就有 非常多内部矛盾 然后大家都在干什么 建制派的人都在等着主子给糖吃 所以说他这样子的一个大事件 抗疫这样子的一个大事件 也仍然就反 就给你看这个逻辑 就是说大事发生 大家就吵着去 就是讨主子欢喜 希望就是老板肯定他 然后能够给他一些奖励 然后包括就是 其实我觉得 你去问说林郑云 你到底有没有写这个小报告 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他总之就是要跟中央报告 他的想法 对他的想法 他的措施 那你也一定要从当中 获得一些政治利益 这些都没有关系 但是重点是你事情要做好 政治利益自然就跟着来 对不对 那我相信香港市民 就是也是很有经验的 会看得到说 你到底做了哪些事 但是现在林郑月娥就是 他又做的没有很好 然后他其他的这些建制派的政治人物 他又按耐不住 所以回到我们上一节讲过的问题 就是说 这次到底对林郑月娥有没有加分呢 在我看来是十分蛮多的 而且其实这个代价是很大的 那真的是蛮希望香港能够顺利的 挺过这一次疫情 对 因为我想说香港建制派的议员 那毕竟还是要选举嘛 是 可是林郑是不需要选举的 那你怎么去预设今年九月份 香港的立法会的选举呢 现在还很难说 因为现在整个疫情的状况 真的还不是很明朗 只能说 我觉得应该说一般香港市民 在经过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动员 然后现在在经历了这个疫情 这么大的挑战 唯一一个确定的事情就是投票率很低 你觉得今年九月份的投票率很低 因为大家对政治真的非常的疲倦 就是失望 然后不过政治上变数真的很多 可是去年的应该是区议会的选举 对民主派来讲是个大胜 是是是对 所以这就是我要说 为什么我说这个政治上变化很多 那其实我觉得民主派也仍然大有可为啦 你就是必须要把握很多各式各样的机会 不过我想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 民主派当然也是抗议优先啦 支持医护人员 支持社会自救等等的这些 应该他们的注意力跟能量 应该都会放在这些事情上 所以其实真的是半年多 还有很多变数 那从现在今天我们看起来 其实就是香港的政治的社会动能 那个士气是低迷的 然后觉得很沮丧 觉得不信任政府 但是又很难 尤其在这样的事情 在抗议这种事情上 政府其实是无可取代的 你们要官一定要政府 你要去拿这些资源一定要政府 所以但你对自己的政府 又无失利之处 所以那个气氛其实是 其实是蛮灰暗的 觉得很沮丧这样 对但是换个角度讲 就是说如果能够延续去年 区议会选举的那个气势 然后在今年的这个议员选举里面 让民主派可以大胜的话 如果这个情形发生的话 你觉得在北京的中南海 他们会把林郑月儿给换掉吗 还是不会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吊诡的是说 因为你知道之前林郑月儿 去了一趟北京 然后习近平是当面去肯定他的 那么我想这个东西当然很 有就是说对北京来讲 他如果说公开去否定 林郑月儿在过去大半年的 performers 这个governors 也很奇怪 他不能够讲这个话 但是又有人说 目前是 有点像是说林郑月儿是 这个留校查看的状态 那中南海对于他 到底是换了还是不换 就是说 在北京政府也看得很清楚 说林郑月儿并没有得到 香港市民的支持 但是如果换掉他 或公开否定他的治理 可能会有更糟的结果 是 我倾向认为不会换 那为什么 我看这件事情的角度是这样 你站在这个独裁者的角度来想 他失控的时候 他一定是要控制 所以那他现在中国境内的这个疫情 武汉肺炎这个事情失控太严重了 而且全世界都觉得中国你做的很差 然后都觉得你很烦 然后他有很多 他有很多agenda的推进 一带一路啊什么什么 那现在就是 等于说他遇到很大的挑战 内外夹攻啦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香港重不重要 就是香港你最好就不要乱 最重要 那不要乱怎么办 那我要怎么让你不要乱呢 就是我要能够控制得了 那我还要换一个人上来 还要跟他磨合 然后两边了解模式 那这也是个不定数 所以我觉得站在北京的角度来说呢 控制是很重要的 那林郑月娥是一个很愿意让人控制 很可预测 对他很可以预测的一个特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北京有不换的理由 不过政治上的变数真的很多 所以我们真的还是要看说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变化 在上个月的时候 在香港有一个非常令人shocking的一个 人事上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习近平宣布 中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 兼任国务院的港澳办主任 那原港澳办的主任张晓明 然后改任副主任 那另外中联办的主任 骆惠宁兼任港澳办的副主任 那有许多人都认为说 这个夏宝龙跟骆惠宁是习近平的重要的人马跟情形 这样的一个新的安排是不是代表 未来习近平在处理港澳事务上 会更严格的贯彻中央的政治一致 或者说你把它视为是习近平对林郑月娥的一个不信任 他认为说你处理的不好 所以我换我的人过来处理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发展 这个人事案是几月的事 这上个月的一个人事的行为 上个月 我觉得这个意思还有点难判断 应该就是加强控制 加强这个 加强资讯啊 然后加强沟通 你放几个比较能够直达天厅 比较清净的 这个怎么说呢 官员到这个边疆来 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还很难看得出来 因为林郑月娥他现在抗议的状况也只能说不得民心 但他反正本来就不得民心 但是香港有没有造成 就不会再更糟了 对 那香港有没有造成很大的 他不是一个deficit 他对中国来说现在还未必是个deficit 因为他还是没有造成 你知道没有像武汉那样子 整个崩溃啊 然后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金融的中心 他仍然担任了很重要的位置啊 然后目前都是运作中 所以从这些资讯来判断 你也很难说林郑月娥做的不让中央满意 你只能说中央需要知道更多 需要抓得更紧 但是 again 独裁者想要抓得紧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事 所以只能说香港的情况都还在变化中 那目前的变化都还没有脱离 我们原来对他理解的逻辑跟框架 对我想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香港的人士的一个报道 那很多人都说港人治港到底会不会离港人越来越遥远呢 这我们也不晓得 那总之我们是希望香港的市民社会可以在未来有越来越强韧的发展 那当然也希望说台湾的公民社会跟香港的公民社会 可以在未来有更多更紧密的更全面的一个交流 那么在这边也祝福所有在香港的朋友们 希望他们能够安然的度过这一波的疫情 那么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您今天所收听的节目是 这样看中国流逝节时间 我们为您访问到的是知名的香港议题学者许金方 那么如果您对本节目有任何的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您寄信到台北市的北安路55号 或者是以电子邮件的形式 2020 at rti dot org dot tw 2020 at rti dot org dot tw 我们都非常乐于收到你们的讯息 那再次感谢金方 那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